记者张存为台东报道,台东县政府规划5亿元的图书馆及综合体育馆新建工程卡关多年终于有解。 县长黄建廷指出,新政院近日确定增波台东5亿元的统筹分配税款,其中就包括补助2亿元的综合体育馆计划。 因现立游泳池,图书馆老旧,建府在民国102年提出图书馆及泳池的共购计划,中央补助2亿元,地方自筹3亿元新建,原定104年底完工,但因体育署修正一件多,2亿元补助池位和博,地方等的新交。 黄建廷说,行政院长赖清德去年11月底帅各部会首长到台东座谈及大力争取这2亿元补助,也提出多项重大建设需中央支持,近日集货行政院统一增波同筹分配税款,2亿元确定拨下。 建设处长吴庆荣表示,用途共购工程总经费510400万元,总经费510400万元,工程招标预计3月底前上网,4月中办理评选,而公期约2年。 制造评计则 今回不是吧,没有人的状态,人在决定? 4月中文 feito组五分之后,因此 股意不够确定是联系吗? 感谢观看